主有自欺的人修行,就在刹那之间。 没自欺的人修行。 今天来听一听,受益一点。 回去,放着。 师父讲他,念念佛。 师父讲了,念中拿起来,念两身佛,就搁着。 再来今天,愣眼睛带来,再听两句。 嗯,不错。坐着,回去,又忘了。 连课本都懒得带回去。 嗯,下次来,又拿错了。 就这样算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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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。 他暗算要收八千万劫的。 他一直要拼那个百千万劫的。 我们不是,我们是拼这一辈子就要让他大成就的。 言处同时,百千万劫就这一念, 为什么这一念不把他悟呢? 为什么要托你带谁呢? 现在悟了不是很好吗? 是不是?就马上就受益吗? 所以说,修行啊,还要看自弃啊。 唉,自弃啊,这个人有自弃。 不再口念,跪在心形啊。 六主讲了,般若,跪乎心形,不再口念啊。 嘴巴一直讲,我有波勒智慧,我有波勒智慧。 那讲那个没有用啊,跪在心形啊,不再口念。 正前面。 我主要是质疑。